呃 大家好 欢迎刷车视频啊 现在现在是8月27号啊 这现在讲这几个东西 嗯sb500比特币石油黄金 然后的话 此时的情况就是说 呃 全球的股市在反弹 那个谨慎乐观啊 这是我个人的态度啊 这不是什么新闻 这是我个人的态度 全球股市反弹啊 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啊 呃 然后看看JNJ的情况嘛 江森江森的情况 今天哎江森江森就是比较大的新闻就是案子吧 目前是被罚的5亿多 原来是说可能最多会罚 哦还有州是想要控方想要171架子吧 身份听表演吗 然后实际上法官判的是 呃 5亿多 但现在就新闻就是说江森江森要散述吗 要散述 他他 不接不接受法院的判决 他觉得他根本就 不是他的问题吗 没有没有像 他是说他觉得他的那个卖的那个药啊 占的量很小 所以不应该 他觉得被夸大了 还稍微解读一下 但是他现在手上我刚才看到新闻说手上还有 5万件 案子嘛 大大小小案案子 加财是5万5万个吗 我这样跟大家看看什么情况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是我现在 在投 长线投资江森江森方面还是有些犹豫吗 就是说 我为什么就是宁愿去 之前有讲过吗 我宁愿去买 波音跟这个 那个utc嘛 就是unite technology 就utx嘛 这两个我更 更放心一点吧 啊 还是 然后接下来是关注一下这些东西吧 老样子嘛 我现在发觉现在这个银行股啊 在一个相当不错的价位 啊 对 不错价位 那今天的话什么情况啊 这个上次应该出掉 忘记上个应该去掉 呃 还有什么呢 我其实要加个东西吧 之前没有忘记 其实我这前两天就买了 不过 忘记不进去了 呃 今天其实在生化生化股票涨了很多啊 还有那个m卷 m卷今天是表现的最好 这几个股票 s&p500 今天好像是m卷跟另外 小准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忘记是什么 啊 bristowmeyer这两 这三个股票涨的都很好吗 啊 等下也讲讲这个小新闻吧 其实 因为我为什么去关注m卷新我自己手上有m卷的长线 他买了这个 o tesla嘛 花了一百 一百一百多亿去买这个 啊 这个不要 好 先看看什么情况吧 好 先先看大旁啊 大旁现在表现的不太 不太理解啊 我看这边是 左边是小时 呃 日 这边是小时的 呃 观众说 哎 你这个 呃 那是打怎么看啊 其实 我看这个大旁啊 每一个大旁都是一样的 就大旁的看法嘛 就是其实这三个 第一个是esm11吗 这个是1mini 这是期货吗 这个是 呃 sm500 这个是 那是呃 道琼斯吗 这个是那啥 其实他们的价格波动是非常向下的 非常向下 呃 没有什么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嘛 因为平时大家 市场很关注大虫是二帅 sb500嘛 所以说我就平时一般来说都是做sb500 因为他的那个交易量期货里面交易量是最大的 1mini嘛 啊 这个future 比这个这两个要高很多嘛 所以市场一般来说比较关心sb500的情况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啊 没什么情况啊 现在是 呃 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啊 这个地方是 26号 现在是27号 26号 也就是现在这个价格是到在这个之前的这地方 呃 下降吗 啊 所以这个这里有点小小的阻力在这里啊 下方的话比较大的 大的支撑吧 再次下面吧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前也是全部加加码了 现在仓位方面也是全部加码了 啊 就就继续看着吧 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可以 猜测了 现在我觉得已经 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好的价位关键点吗 这最重要就是关键看下这个地方能不能到这这个地最高最高点吗 现在的话是 星期二时间吗 27号 也就是说信有没有可能啊 我再猜想有没有可能接下来这两天 又涨到了这里 然后又降下来 我有一点是非常可以确定就这个地方的阻力很强的 2930这附近吗 2940左右反正这附近吗 正负大概 在0.2个百分点吗 反正这个附近是主力是很强的 那么现在价格是在正在正中间吗 正中间的话 如果是正常股票的话 我是不会经常在这地方 就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可进了 至少对这个这种类型的 的旁边呢 对于我来说 我是是绝对是避免 避免这种旁边 要么就在这下方进场 是吧 要进就就进完 这个地方就没什么好进了 所以现在就是说是在市场又开始波动呢 我看看 这边的新闻啊 啊 新闻的话是说 川普总统说 中国那边啊 有 有电话打过来 来来打两扣 但是呢 中国 有那个新闻发布会说 完全没有这回事嘛 所以说 很有意思啊 啊 我们可以看上亚洲市场啊 他这里讲 亚洲市场 星期二是 早盘是上升的 Following up by the person OK 就是讲到这里嘛 那现在看看 上海的 跟深圳的股市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 现在这个上海啊 这是中国这边的 大盘啊 表现要比美国好 很明显嘛 非常明显 大家可以注意到 呃 还是那句话吧 我之前有讲过嘛 就是 就是 我之前有讲过 这再说一次啊 就是 很多情况下 这个做交易这东西嘛 啊 你可以有 如果像我说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猜想 你有自己政治的 不管是什么 意识形态 还是说什么一大堆的东西嘛 有这种 对什么政府什么评价 但是最终 的结果啊 还是在 旁边上 就市场 买家卖家 他 告诉 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嘛 就我一般来说嘛 就是 我可以有任何的猜猜想猜测 也就是说 有时候即使我不看好这公司 是吧 比如 很多公司有时候我不看好 但是呢 当我看到 我要喜欢 就是当我看到有 有那种 以我自己的那种 算法就是有很高的 上升的空间或者反弹的机率的时候啊 我就是照样买进去 不管说我觉得这公司会不会下个月破产 明年破产 这个 并不重要啊 这个是我的开发 就是说 技术跟基本面两个要分开嘛 分开嘛 就短线跟长线也要分开 所以说目前的话 的话就短期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明显 中国现在的股市是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啊 速度要高过美国这边嘛 然后 现在的话反而美国这边哎 这个这个这段时间表现的不太好 呃 对没有其他没有什么可讲的 现在就是说市场都比较担心吧 所以说我现在的操作方面 我的我自己操作也是比较小心可能 涨一些我就马上就逐渐就快点撤掉了 不会像以前那只就等那么长的时间吗 这种情况吗 好 呃现在就看看比特币 老眼子这个地方的话 现在涨了后面这里有点哎有点 缓下去的感觉啊有点阻力这里啊 呃 我现在买整的这个幅范围吗 我这个下次要买的话可以在这里继续买下去买进去吧 那目前是这情况 黄金的话是继续上涨 呃可以一小时图 左边是一日线 这个地方 可以看一下 ok我们打出做记号 还有什么呢 ok石油 说到石油的话我今天是我之前是CVX有有止损掉吗 现在我就紧有不又补进去了 看一下石油的情况 在这地方 呃然后我现在是 今天的话我有个Rubbing Ho我是 CVXU买进去我觉得 这个地方的价位把115左右114 是145这位啊我我我我用那个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回看起来吗 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教委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什么呢 没什么新闻了今天真的是没什么没什么太多可说了 没什么新闻 江森江森的话ok我这里讲这样有意思啊 请看江森江森是说奥克罗马stay 奥克罗马 叫你是说 要到罚钱 但江森江森是要准备 这个上诉吧 我给大家看看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新闻 我当才在 谷歌里面按江森江森罗素嘛 然后就出现这个文章嘛是来自福布斯的文章啊 他说目前江森江森总共有5万件 这个案子嘛 加财去 对应这个公司嘛 against这个江森江森 然后呢 总共加财他说估计呀 如果说全部罚款的话估计要达到 在60亿这个以上这个范围啊60亿啊 那么现在他是说现在江森江森手上有现金是140亿 是够付的 是说也就是不会破产的破产是不会但是对他是 有相当大的打击 我觉得是有打打击 然后他在有5万件里面吗 分分开其中包括这个超超这个是好像是英文粉还是什么一种粉吗 说什么有人告他有些公司有什么有些人说他这个粉啊会致癌 啊总共有14000件案子的14000钱加起来 黑朋友你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6000个 阿迪非修黑4500个案子 不拉星呢是25000个 所以说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之前不怎么 这段时间我不太喜欢去买江森江森长线吗 因为实在是太多太多的案子呢 给好其他都没有什么新闻了 还有最后就是我自己手上的长线股票 这个mg是买了这个偶特斯拉花了100多亿 然后今天就呃mg的股票也涨很多吗 然后这个药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看看啊有点 这个药啊 也是非常非常贵 800多然后呢还有几千块的 我说美国要超级贵 看看看一下这个27例 这个药要889块 如果是50例的版本可能是 量更高吧 要3000多这个药3000多 它是一种直接开水喝一下就是喝进去水用水喝进去的 重要吗 这挺有意思我看看这个这个画面 刚才在这个地方好像 治疗这个皮肤病吗 大家看一下这皮肤病啊 是这样子吗 他是一种他是说一种人的 有些人他人的那个身体免疫系统出问题的吗 所以说你的三八三口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修复吗 所以说这个药就是有点 把他能够 这种修复的效果吗 ok好基本上这种情况了 还有什么新闻呢 没什么可说今天 对基本上这种情况吧 然后看看这几个股票江森江森的话 明天的价格会达到130多一点 我刚才有做个记号 明天的价格在130点几吗 没有什么可敬讲 我今天的话在 最关键之前在快要 关门之这个光是之前我马上把它撤掉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我跟大家讲过就是 如果说我觉得这个地方 如果做期权的话 可以 因为期权的话 我们都知道 你我们就是不就是 直接买个扣比较好一点吗 因为这 你的损失是有限的吗 但是如果说是用正常的股票的话 虽然说当然这次的案例是说涨了 但如果说下降的话 可能会有很大的缺口 如果缺口的话 那么指数的话就没办法 没办法控制的吗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我 上一个视频我跟大家讲过就是说 我的习惯就是如果是正股的话 遇到这么大的重大消息啊 我是 我是百分买车 我是百分买车的 因为我知道明天开盘肯定会有那个 这个缺口吗 gap 但如果是期权的话无所谓 期权的话这里就就就赚非常多 如果你做个扣的话 一个星期之内的期权 你这里就赚很多了 所以期权就是这个优点就在这里吗 最大的优点就是说 如果直接买的话就是损失是百分之百 可以控制的吗 不像正股很多情况下是没办法控制 还有什么了 波音今天的话开始有点下降 我觉得波音其实可以上掉了 就短线方面来说 其实波音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已经涨很多了 CAH什么情况 不错 CAH 啊 继续咱是还是在老地方吧 可定在这个地方的教育非常教育吗 还是在老地方 呃这个 业绩报告是到 11月还有很长的时间有有发展的空间 下一个是Felix Felix说今天没什么变化老样子就是在尾盘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反弹 啊就是老样子吧 目前这个价格就这个确实不错的价位 然后是CPF银行吗 银行的话今天表现挺好 BAC吧 BAC我今天的话银行我自己也有买进去 大概在中午的这时间段 没有在最低点买进去吗 在这个地方买进去 哎呀OK的反正 啊BRAK 啊BRAK 伯克希哈萨为今天表现的 啊很好啊我觉得 就在哇 看看五分钟最后那一刻 非常漂亮 涨了1.54非常漂亮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一个比较漂亮的个单子在 非常低的这个几乎是最底下买进去的最底下买进去非常漂亮 看看能不能涨到一二百二百一左右吧 二百二百一一一一一百二百一 呃波音OK AVGO什么情况呢 AVGO 呃还行 呃12号 KRE是银行股吗我就不用再 啊 其实 哇 不错 非常的不错啊 然后是CVX就是我刚才讲到了 呃今天是跟着石油 我这个就是为全球是为了石油 来买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之前前前两三个星期五买的啊 昨天上个事情是没有提到 这个跟 MGEN一样吗也是做生化 就是 一呃 Biotech是什么 生物科技的 然后自己制作很多各种各样的药吗 非常漂亮 呃在一个 基本上是最低点撒进去的前星期五那天吗在 我在这里买进去就最后那么一刻 现在是有些有些小幅度的上涨 呃这个单的话我估计 六四块多一点我就差不多了不会等很久这个这个是绝备小赚没有准备大赚 没有准备大就是就小小就百分比来说的话不是很多吧 不能多 啊好差不多是这样子吧还是稍微总结一下就是现在的市场非常的 非常很多不确定性 真的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我真想说什么就是可以的话尽量不要放 啊太多钱吧或者杠杆少用点啊现在就是每天都在上下波动非常剧烈随时随随刻都有可能 啊继续往下走吗 啊看看你看到没有看来不是不是很妙 ok 不错啊现在是回来用五分钟的图啊有些反弹的空间 看看这里来这里能打进去 好基本上就这样子啊哈今天就是简单的回顾一下没有什么新闻今天好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到点个赞有机会的话分享出去然后 就是按那个小铃铛 啊OK好啊下次再聊拜拜